第四 阎王殿见兄弟争产杀人案 罪灵忏悔 问2018年10月30日 弟子今天接到观凭菩萨旨意 阎王也有事找我下地府一趟 顺带把一个心灵法门卷轴交给地府处理 在家中闭目休息时 魂体被一道金光带入地府 阎王也打开卷轴看了一遍 用观印在上面盖了章 把卷轴交回弟子 吩咐弟子交回心灵法门护法菩萨 不久 阎王也告诉我 今天地府有一个新收的亡灵 生前是一个心灵法门弟子的亲卷 由于家中有人修习心灵法门 做了大功德 死后 蒙观是因菩萨救度 让他与你见面 告知详情 特将此案例 分享于阳世 告知心灵法门修道者 莫滩世间名利 荣华富贵 转眼成空 子孙积德行善 学佛才是正道 死后留遗产与子孙只会流祸 让他们为自身利益亲眷相残 纷争不断 亲人之间冤结不断 乃至死后还在我阎王面前互诉苦情 我阎王也是万般无奈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世间洋人只看到果报来临之苦 可曾想到此乃你前世所重之果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首 不多时 王灵被鬼差带到店前 一个中年王灵开口 我生前与兄弟合作生意 不料这个兄弟贪心至极 家中财产生意 想自己多瓜分 我再是不识字 在外生意 交由他打理 他却欺我不识字 文件上做了手脚 后来 大家为了各自利益翻脸 这是我承认 我也有错 我们加倍着他 也拿了公司利益 我向他商议 大家各退一步 把公司分了股份 各走各路 他却步步紧逼 用法律把我告上法庭 法律程序繁复 我又不懂 情况对我极为不利 无奈之下我找他 求兄弟看我家 上下妻儿 子女 孙辈多人 放我们一家一条活路 留我一口饭吃 他却放言讽刺 说让我钱财两空 我气急攻心 在外勿听损友 说他不仁 我不义 干脆杀人 我长久为这事 忧郁成疾 一时想不通 自己准备凶物 驾车去兄弟家打算 你不留我一口饭 大家一起抱着死 在行凶中 侄儿被我杀死 我兄弟躲过一劫 我被制服 送进警局 死前也觉得内疚 常常自己内心痛哭忏悔 可是错误已造成 悔之已晚 我侄儿死后下地府向阎王告状 上来阳间 取我性命报冤死之苦 我死后转天 就被带入地狱成戒 被折断手脚受苦 杀人罪业 是断手断脚之苦 我在地狱哀嚎 但也甘愿受惩戒 幸好我再是有 修习心灵法门的亲眷 为我知识 伤心落泪 祈求菩萨救助我亡灵 菩萨怜悯我 让我把我的案例公告阳世 不要留遗产给子女 让兄弟姐妹以后 为利益相争 亲眷残杀 我死后 还要入地狱受刑苦 荣华富贵 是转眼成空 代步下去 唯有恶业随身 望菩萨慈悲以此功德 消我地狱罪业 阎王爷叹了口气 观世因菩萨 甚是慈悲 在他死后 曾劝导这位亡灵 让他明白自己的因缘果报 都是前世冤解所为 其实他这位兄弟 我们地府查了 为人贪婪 做生意没有诚信 以后晚年会得恶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位亡灵生前曾经参加你师父卢军红 台长马XXX法会 由此佛缘却不懂珍惜 若这位亡灵再是和他亲眷一样 修习心灵法门也不会如此愚痴 乃至造下恶果 爱 与必 阎王爷示意我离开 我拿了卷轴就离开地府了 答 在人间可以暂时得到利益 但是下去之后全部要受苦 学佛人不造业 不和别人争 你现在拿了 以后就吃苦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印尼一家飞机实施 189人全部遇难 我们佛有的先生就上不了这架飞机 念经真的很好 梦里被追打被惩罚 你们害怕不害怕 像不像真的 死了就是这种感觉 身体不动 但不停地痛苦 所以不要去作恶 2018年11月17日 来信疑惑 265